爱的练习体独立 举例来说好了 你看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什么事情都可以透过手机 就可以立刻来查询获得解答 但是反推回来 在爱情的关系当中 却不是这样子 当相同不愉快的情况 一而再发生的时候 你或许会安稳对你说 哎呀下一次就好了 或者是说下一个会更好 但其实问题从来没有被解决过 它只是会换个方式再来一次 为了帮助大家 不要再互相在这个感情的关系里面拉扯 可以从这个爱情的困境当中独立出来 所以呢就让我们先来观赏一段 课程主题的影片 爱的练习题独立 我们现在请第一位案主 邱小姐来到我们场域现场 邱小姐麻烦你来我们场域中间授权 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我的理想对象是 我的理想对象是 能够一起学习与改变的人 能够一起学习与改变的人 你说我授权你 我的优点是善良 我的优点是善良 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我追求丰盛自在的生活 我追求丰盛自在的生活 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主爱追求做自己最大的原因 主爱追求自己最大的原因 是改变不够 是改变不够 好 这时候贝比老师麻烦你 好 第一位是谁 第一位是我 我代表他的理想对象是 他希望能够一起学习改变的人 那我感受到的是 他希望他的理想对象 能够多包容他一起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我 我代表的是他的优点是善良 那我感受到的是 他的优点同时是他的缺点 那讲优点的话就是坚持 那讲缺点的话就是固执 好 第三个呢 我是第三个 他在生活里面 他想追求丰盛自在的生活 可是我已经倒一边了 好 第四个呢 第四个我代表是他 什么是阻碍他追求自己最大的力量 那这边是说改变太少 那我感受到的是 我害怕一直往后出场域 因为我害怕改变后带来的痛苦 好 那个暗主从这场面看来 你是不是非常不喜欢改变 对 那小妹子请你到场面中间 好 我授权你 为什么他不喜欢改变 我感受到的是改变是位置的 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好 那个 鼠阳你上来 我授权你 如果对方不愿意改变的话 那会怎么样 如果他的另外一半 也跟他一样不喜欢改变的话呢 他会觉得很烦 然后可能也没有霸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好 回程上 我授权人 假设他的另外一半 也跟他一样的坚持 甚至也不包容他的时候 那这时候他的感情 会犯什么状况 会出现怎样的状况 他们一定会分手 而且争吵不断 甚至会阻碍他追求这种幸福的生活 那我想请按主 这个是不是最后 你所呈现的状态就是这个选择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知道 因为你把所有的改变 你所有没办法做的事情 你都寄忘给谁了 对方 对 因为你害怕改变 所以你希望一个人可以改变你想要的生活 可是问题 当对方也不愿意改变的时候 你的充足就会怎样 一直出现 对 那因为你很固执 所以最后你会选择什么 就放弃了 好 我的牌就到此为止 我代表第一个 他说他的理想对象是 可以一起学习改变的人 那我感受到的是 他希望他的理想对象 可以多包容他一切 好 那我代表的是第二个 那暗主觉得他自己的优点是善良 那我感受到的是 他的优点同时是他的缺点 那讲优点的话就是坚持 那讲缺点的话就是固执 那当暗主选择自己改变的话 那就是会成为他的优点是坚持 那如果他要求对方改变 那就会变成固执 好 我代表第三个 就是暗主在生命当中 他在追求的是 丰盛自在的生活 可是我感受不到丰盛自在 而且已经倒上一边了 那我代表第四个 就是什么是障碍自己 追求自己的力量 那暗主的答案是 改变太少 那我感受到的是 其实我有一股很害怕 改变后带来的痛苦 所以我一直往后退 甚至推出了长欲 那当我听到第四个出现 害怕改变这个答案的时候 你想对象的包容 他就出长欲了 那我代表是 暗主为什么不喜欢改变 因为改变是未知的 所以暗主会很没有安全感 加上暗主对自己很没有自信 所以他对未知的事情 会很恐惧 那我代表是 另一半他也不改变的话 对方他不改变 他就会来要求你 所以你的头脑里面 就会思绪很乱 没办法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那我代表是 假设另外一半跟他一样的固执 不愿意改变的话 他们会走向怎么样的结果呢 一定是分手 争吵不断 甚至我一直往后走 就把他追求 那个疯婚生活的地方 都给推出去场外了 对 所以我就是代表 那个丰盛自在的生活 那所以如果没有人 其实是可以期待对方改变 而感到自在的 所以如果暗主呢 他如果还是期望另外一半改变的话 他可能就会活在很繁杂 然后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 那个点上面 这个就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所以啊 这个是我们针对这一个暗主 给的分享的建议 谢谢 在这里啊 我们邀请到我们今天 另外一位暗主邱小姐 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透过今天 这个独立课程的连结排列 你觉得对你最大的帮助在哪里 是透过今天的排列 让我了解到说 原来真正的独立是自己去改变 而不是要求对方去做改变 对那你觉得你是害怕改变的人吗 对因为其实面对改变这个位置 我是非常恐惧 我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对 不过说到这个 虽然比如说 比如说改变会带来未知的恐惧 但是其实换个角度来想 我想改变呢 它也会带来快乐 就像破茧的处的喜悦 它一定会有段震动期 因为其实啊 你知道如果不改变 你只希望别人家包容 其实是永远找不到理想对象的 对 那么在今天这样子 David老师为你连结排列之后 你有看到比如说自己前一段感情 你觉得在感情上的误解 或者是说当时有的问题点 你是在什么地方吗 嗯 在过去很多感情的状态里面 是发生过很多次的争吵 那我发现原来说 在争吵的过程中 是因为我自己不想要去做改变 然后希望对方一起做改变 所以反而会造成冲突 是虽然你说你不愿意做改变 不过其实在刚刚排列也可以看到 其实邱小姐你只要愿意去改变 你的固执就会变成坚持 那么也在这里再次祝福你 希望呢你可以达到你丰盛自在的人生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我们先邀请我们第二位案主 也就是我们陈先生来到现场 陈先生麻烦你到我们场域中间授权 请你授权第一位同行导老师 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我的理想对象是信任 我的理想对象是信任 好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我的优点是配合度高 我的优点是配合度高 好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我没有想要追求什么 我没有想要追求什么 好你说我授权你 我授权你 阻碍我追求做自己 阻碍我追求做自己 最大的原因是头脑 最大的原因是头脑 好接下来同样来麻烦我们的David老师 David老师 好第一位是谁 我代表第一个 他说他的理想对象是信任 那我感受到的是柔软 好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我 我代表的是 他觉得他的优点是配合度高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好第三个呢 我代表第三个 他说在生活当中 他没有什么想要追求的 我感受到的是 我真的没有什么动力 好第四个呢 第四个我代表的是 什么是阻碍我自己 追求自己最大的原因 那案主本身的答案是头脑 那我感受到的是 我不想动 然后我在等待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案主 我想问你 什么叫配合度高 嗯 我会去迎合所有的人 好 好 那个 首先麻烦你上一下 我授权 他如果 对方要他改变的时候 他会迎合对方吗 不会 不会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不是说你会迎合所有的人吗 那为什么 人家让你改变的时候 你就不迎合别人呢 对 所以你不知道 好 那个 小妹子上来帮我一下 我授权你 为什么 他不会去迎合别人做一些改变 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很痛苦 我觉得这样很痛苦 那 子欣上来一下 他的痛苦的来源是什么 改变对我来讲 真的很痛苦 离开我的自己所坚持的东西 我还蛮坚持 我内在的见解是真的 所以从这场面看来 你看看第一个代表是谁 我 他理想对象是什么 他希望他理想对象具有柔软 这个特质 所以 当他的对象如果不柔软的话 你想这个事情会变成怎样的改变 所以从这场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其实 你不是一个配合度很高的 其实你是一个很固执 你固执你所相信的事情 而且是半年都不扛退的 好 我的排例就到此为止 我代表第一个 他说他的理想对象是可以信任他的人 那我感受到的是 他希望他的理想对象可以具备柔软这个特质 那我代表第二个 暗主觉得他自己的优点是配合度高 那我感受到的是 暗主其实也不清楚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那这就代表着他也是个没自信的人 所以他会去迎合别人 我代表第三个 就是他在生命当中他想追求什么 暗主是说他没有什么要追求的 可是我感受到的是 我的确也没有什么动力 我代表第四个 什么是阻碍追求自己最大的原因 那暗主的答案是头脑 那我感受到的是不想动 然后再做等待 我代表的是如果对方要他改变的时候 会去迎合别人吗 他是不会的 所以我走出了场域 我代表的是为什么他不会去迎合别人而做出改变 因为他会觉得他很痛苦 我代表的是痛苦的原因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改变 因为我内心坚信我自己是对的 对 所以这个痛苦的原因呢 他说他坚信他的想法是对的时候 我这个没有动力 我就变得好有动力 然后呢这个动力 我是去捍卫这一个 我这个很固执的这个想法 所以最后代表头脑的我 就是站在这两个主要原因的后面 就是支持他们这两个原因的力量 这种原因 那么在今天看完我们这个案主 陈先生的排列之后 特别邀请陈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排列确实是很适逻 不过他其实并不是在指责谁 他只是在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 更去看清楚自己到底怎么了 我们先来聊一下陈先生 在今天这个独立课程的排列之后 你觉得他让你看见了什么 他让我看见我是一个坚持几件故事的人 以前我以为我是会迎合别人 回去配合别人的 但是其实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意见 我没办法退让 那我们再想一下 你看一下刚刚的排列之后 你觉得就是以前段的感情之间的误解 或者是说你清楚你自己失败的点在哪里吗 就是我会认为我自己是对的 所以我不退让 所以导致我们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剧烈 然后后面就不可收拾 是啊 其实我觉得像刚刚排列就有跟陈先生提到 就是你不要去捍卫自己的改变 其实有时候这个头脑的坚持 只是让自己更痛苦 而且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恋人 通常真的都是因为误解而分手 那么其实我想不只是感情 其实在生活上 只要你愿意去坚持 其实都要去透过学习改变 你只要愿意透过学习改变 其实不论是在感情啊工作啊生活上 或者是人际关系上 我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那那么在这里也祝福陈先生 可以找到下一段更好的感情 不过先问一下 那么如果再一次谈感情 你觉得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试着这么坚持几件去 试着去理解对方的想法 然后对做一些调整 好哦 那么祝福陈先生 有下一段非常美好的感情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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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